本欄目由时尚男装 金元博士特约播出 她是一位婚庆主持 见证过无数次的婚礼 苦苦等待自己的新娘 大家好 我叫孟飞 今天很开心来参加这个节目 而她是一位长相绝佳 气质出众的 渴望小幸福的甜蜜美人 大家好 我叫纯亚 今年29岁 从庆人 李嘉宾你好 我是金元蓝嘉宾 非常开心认识你 两人的邂逅将会碰撞出怎样的浪漫火花 今天借这个机会 我想完成我一个小小的心愿 它是属于比较时尚 比较儒雅的那种类型 首先挺漂亮的 是属于那种气质型的 两人是否就是对方等待已久的另一半 说实话还是比较感动的 还是让我非常开心 因为这个心愿的话 是我二十几年来一直的心愿 凡人有喜之 新郎相亲找新娘 即将为您精彩呈现 主宝贝 相亲成功 加油 男嘉宾你确定你的那些亲朋好友 他们是 特别是你的那些女性朋友 他们真的不是来坑你的吗 他难道不是你的暗恋对象吗 我觉得在大街上 我觉得我还是挺不好意思 我觉得他什么都好 就是太漂亮了一点 我穷得来只剩下五块钱的时候 我让你吃二人小面 看东西是一刹那 看情绪是一个家 我的爱情没办法 你还有想法吗 我们想爱吧 没选法 有好吗 欢迎大家来到这 花的世界 爱的海洋 这幸福的银行 来竞争他们的鸣 竞争他们的爱情 大家好 我叫孟飞 本期交友男嘉宾 孟飞 28岁 身高1米76 职业 婚庆主持 婚姻状况 未婚 月收入5000至1万年 今天很开心来参加这个节目 我今年28岁 是一名婚礼主持人 虽然说我的工作是经常倒出酒 我还是非常喜欢我这个工作 也许在今后的数月当中 我不可能资到很多钱 在这个职业上 但是就算我头发花白 牙齿掉光的时候 我一样会开心 因为我喜欢这个工作 在这个工作当中 我会追寻到开心 追寻到快乐 看着匆匆而来的步伐 难道是我们的男嘉宾孟飞 这真的是她吗 打扮成这副模样 是要做什么呢 爱情好争取 为爱不放弃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发言游戏 我是小红娘林欢 本栏目的主持人服装 是由金元博士男装提供 那节目最后 相亲成功男嘉宾 还将获得由金元博士男装提供的 价值300元的带金券一张 那今天的天气呢 非常的好 阳光明媚 在这个美好天气里边呢 也迎来了一位非常漂亮 也并且美丽的女嘉宾 为你出今天的女嘉宾 你好 来你好 我刚才怎么称呼您 我姓陈 名叫陈亚 本期将有女嘉宾 陈亚 29岁 身高1米60 职业 网络咨询 婚姻状况 未婚 大家好 我叫陈亚 今年29岁 重庆人 以前是做临床护士工作 现在我做的是 门诊咨询一类的工作 我希望找到的男士是一位谦和性格比较好的 然后经济收入比较稳定的一位男士 我父母呢也希望我找到的是一位比较关心我 爱护我有责任心的男嘉宾 我希望在2016年能够找到属于我的终身伴侣 陈小姐长得非常的漂亮 说实话 为什么会没有男朋友呢 是因为那个工作性质决定的 从毕业以来到现在 因为工作性质决定的 我们的交界面很窄 所以说 不是说眼光太高看不上 而是因为圈子的问题 是吗 是 那你希望找一个什么样的男生 我希望找一个性格比较偏好的 然后呢 没有什么太大恶习嗜好的 家里面条件过得去 比较有效性啊 责任心就可以了 什么叫做家里面条件过得去 就是说一个月大概按重庆这种话 也就几千块钱啊 有一个代步车啊 有一个房子 其实我们身边也很多条件优秀有钱的 可是可能我不太觉得这种的话 不是很hold得住吧 我觉得 其实你是 那我问你 你说的几千块钱收入大概是几千 可能 五六千到七八千的样子吧 我觉得我要求也不高 就可以接受了 对对 我要求也不高 好 那今天呢 我们的男嘉宾啊 也是来到了 要跟你见面的这个地方了 就在你的附近 那待会呢 我会带你去找我们男嘉宾 好不好 然后你就期待一下 行 谢谢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凡人游戏 我是情感观察员肥桃 我们的女嘉宾真的是长得非常的漂亮 我看到她那个形象 应该是说敢于跟林荒和冰田出现在一个画面里 但是不会掉分的那种类型 在现实生活当中 这样的女孩子应该是相当的惊艳了 所以我觉得对这次的节目呢 还保一很大的一个期待值 让我们接着往下看一下 女嘉宾在江边吹着冷风 等待着我们的男嘉宾 男嘉宾 你怎么还不出现呢 女嘉宾你好 今天我们的男嘉宾是我的一位好朋友 他派我给你送了一份圣诞礼物 这位扮成圣诞老人的男士 领着我们女嘉宾去拿礼物 这会是一份什么样的礼物呢 哦 这边 哇 这个红色的围巾 对 我以前从来没用过 这样大红色的围巾挺漂亮的 你觉得也就是说礼物其实你还挺喜欢的 对 还是比较惊喜 挺感谢男嘉宾的 你真的觉得男嘉宾有心吗 有心还挺不好意思的 那你觉得那这样子哈 既然你还挺喜欢这个礼物的 要不然现在我们试戴一下 看来效果如何 挺好 挺好看的吧 我觉得 就你会喜欢 对 天哪 当我看到那条红色的围巾 我也真的是吓坏了 男嘉宾你确定你的那些亲朋好友 他们是 特别是你那些女性朋友 他们真的不是来坑你的吗 但难道不是你的暗恋对象吗 所以一心就想捣乱 让你不能够顺利地相这次亲 你要知道一条红色的围巾 对于女性的颜值来说 是一个多么大的考验 幸好我们的女嘉宾长得一副惊人的美貌 所以这么难看的围巾 她围上去竟然也还是可以看的哟 好吧 应该说一定程度上 是我们的女嘉宾挽救了你的这个idea 以及这条可怕的围巾 好吧 让我们再次感谢 女嘉宾的颜值和她的修养 别让我一个人醉 别让我一个人走 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 醒来还有梦 别让我一个人醉 别让我一个人走 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 醒来还有梦 你好 女嘉宾 谢谢 谢谢 原来男嘉宾为了给女嘉宾一个惊喜 把自己扮成了圣诞老人的样子 不知道这份惊喜 女嘉宾喜不喜欢呢 女嘉宾你好 我是今天的男嘉宾 非常开心日识里 我觉得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相识 真的是一种缘分 天呐 我一看到那么drama的男嘉宾 我就觉得我的尴尬症马上就要发作了 我记得在以前的一期节目当中 我提到过大家千万不要在咱们的 凡人游戏里面唱歌 因为除非你是像黄岐山这样的大嗓 否则的话你要用我们这样的音响设备 然后在这种空旷的户外环境下唱歌 真的是惨不忍睹 我觉得女嘉宾真的是拿出了所有的修养 来抵抗这种尴尬症的发作 也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而我们男嘉宾摘下他的面具之后 就更加的厉害了 他长得很像TVB的成豪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另外呢就是男嘉宾我真诚的建议 你的头发一定要换一换 因为你的脸真的好长 他马上就要冲出屏幕了 我们都快录不到你了知道吗 这个笑容真的非常的不适合你 作为一个婚庆主持人 我觉得换一换形象非常的有必要 首先谢谢你今天在圣诞节的时候 这个时候见面 然后谢谢你唱这首歌 还有谢谢你送这一条红红的围巾 说实在话以前我从来没有过过圣诞节 然后在今天这样特别的日子的时间呢 非常感谢认识你这位朋友 其实先前那个男嘉宾他说 他是代替朋友过来的 我能够猜到五六分吧 应该是他自己 他装扮成这样子呢 觉得在大街上 我觉得我还是挺不好意思 说明这个男同胞吧 我觉得还是属于挺有爱心的那种 心很善良 然后才愿意带上那种圣诞老人的那个壳子 过来参加那种节目 再加上他给我选这个 选这个围巾呢 红红的 我真的挺感动的 一句话 反正没有收到过这样的礼物 我昨天送他这个礼物的时候 然后我和我们有几个朋友 然后他们全部给我提的意见 因为几个都是你的嘛 然后他跟我说 像在冬天的话 送围巾的话 比较感觉要软心一点 所以说然后我们找了三个多小时的礼物吧 然后最后选了这条围巾 原来就在相亲的前一天 男嘉宾为了给女嘉宾挑选合适的礼物 特意请来了自己的闺蜜团出谋画策 男嘉宾和他的亲友团冒着细语精心挑选了好几个小时 才为女嘉宾挑选到了这份暖心的礼物 可见男嘉宾来相亲的诚意和对女嘉宾的重视 接着练练吸引的很多女嘉宾和我的亲友团队 请走了三个小时 不知的女嘉宾可以喜欢吗 肯定喜欢的 祝我们会相亲成功 加油 看来今天二位的男女嘉宾已经正式见到面了 来 我们靠近一些 这样子二位先来 哦 要把眼镜戴上 平时是会戴眼镜是吗 可能是工作人员习惯了吧 OK 好 那这样子 既然认识了就先握个手吧 你好 我想问一下女嘉宾 您这样男嘉宾的第一印象怎么样 呃 我觉得是比较时尚儒雅了吧 嗯 时尚儒雅结合型的那种 好 男嘉宾呢 对我们女嘉宾的第一印象怎么样 我感觉挺漂亮的 然后也感觉挺不错 真的 呃 是怎么会想到说今天一见面 就送了我们女嘉宾一条红色的围巾呢 因为我想过 因为我们相识是在冬天 然后冬天的话 如果说送其他的东西的话 我觉得没有实际上的意义 我觉得送围巾的话 可能在冬天的呃 这种气候里面更适合一点 哇 好 其实刚刚我们女嘉宾也说了 说这个礼物呢 她非常的喜欢 然后红色围巾呢 回去可以配一些黑色白色的大衣 看来你这一点做得非常好哈 就是在刚刚见面的时候呢 就已经博得了女嘉宾的一点点这种就是心动的感觉 好了 呃 既然二位认识之后呢 接下来环节就到了 你们要进行聊天互相了解的时候了 其实今天对女嘉宾的第一印象我觉得 首先挺漂亮的 是谁那种气质性的美丽 女嘉宾我问好 你是哪年呢 我是86年3月份的 哦 86年啊 我是87年3月2号 比我小于水左右 嗯 其实我觉得水数不重要 其实我当初我跟那个跟编导聊天的时候 我说的我希望找一个成熟 啊 水数大了的我说的 都 我不在乎我希望水数大了的 我跟她说过那是不水下的 我都可能不考虑 因为我觉得我没得更多的时间去狼狈 而且我觉得我数不起也上不起 不要再 嗯 因为我觉得我也能够大了 我可望有一个家 然后真诚的去维护这个家庭 但是比如说你要是比如说话 找一个比你大几岁 大三岁大五岁的一些女生也要 嗯 不见得她的心里 那个都比较成熟 或者找为人出事比较成熟的一些 可是我觉得现在水数大了的女儿 她很多东西 很多很多东西啊 她可能看的事情 她看的也要投一些 投一些 那假如说你找个那种 比你大一两岁两三岁的女儿 她虽然说这个看的要投点 但是她很性格啊 有时候也像那种小女生那种 比较比较焦躁 会说有什么 在二十 我在二十五岁上的女儿 她有那种心态 一般都是对这些喜欢的人 她会撒娇啊 她会发火啊 如果对她不在乎的人 她不会去生气 而且她不会去撒娇 她不在乎的人 她也不得会去跟她吵 不会去跟她闹 正因为是这些在乎的人 她才会有那种举动 和那种举止 男嘉宾的这个点是相当正确的 就是女性在二十五岁以后 通常呢 会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 即使她有一些少女心 或者是会有那种脾气暴躁的一面 她也会对自己心爱的人 而不是对一些她不在乎的人发作 但是呢 男嘉宾你这么了解女人心的样子 你就不担心我们的女嘉宾 对你有别的想法吗 她会不会认为你是一个 多么了解女性的人 会不会阅历太多呢 好吧 这也是相亲的局当中的 一个很吊诡的一面 我们既希望自己的恋人有生活经验 但是同时呢 又希望她是一个单纯无害的人 就像男人总是希望我们的女人 像单纯的少女 而女人有时候又希望我们的男人呢 像一个无知的少年 仿佛这样的话 大家会比较不受伤害 我感觉你说话比较激 可能也是性格比较偏激的那种 但是三月然后应该是双语中 是不是很欢迎了 可能是有点激动吧 有点激动 我感觉你比我还性格偏激一些说话 我觉得还是有点激动 最主要是你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还不是因为爱 我的脸盘中将就哭起来 还不是因为爱 你才把你的心事用力抬开 那你们主要是一个法宗有个性子吗 我想 我想的是那种商业还是婚情那种 商业婚情 商业比如说哪个开业演出啊 或者说一些结婚那种啊 我们是住这块的 是不是都是类似于这个婚礼主持之类的 差不多 对他 因为我也感觉出来的嘴巴比较会说嘛 不是不是 有点像那种类似的公众的 那你现在是从事什么职业 我以前是从事临床的 现在是做的那个资讯 都是网络资讯那一块的 我想问哈 其实你父母哈 对你对你找男朋友来有什么要求啊 我爸爸我父母的话 可能对我找男朋友要求的是 比较有责任心啊 然后有孝心有爱心那种 然后经济过来去 他肯定如果作为父母来说 都不想过来玩吃太多的哭啊 对对对 那个是做父母的 他都会有那种想法 也能够理解 我平时除了工作 我除了上班 都是带路上的时间有点多 我觉得你们那个 给我感觉反正还是很忙嘛 我最忙的是 过年过节啊一些 还可以嘛 像那几天然后我都反复重庆练将 反复重庆练将 然后我跑到黑头 还有事事事 还要到外地四川 原来那边我也去过 我觉得反正是说 结婚的人越多 你们越忙 但是我们不只是结婚 还有比如说公司开业啊 那种啊 汽车商业啊那些 我们都做 所以说我在外头 也经历了很多 我也很渴望有个家 那你父母的话 他们对你的想法是什么 我觉得我父母 他们都是一个 很老实 很普通的一个农民 他们觉得 只要我喜欢 都行啦 那你父母还是会 比如说像你现在在重庆 买房子是没有 没有 假如说你买了以后的话 你父母会不会 跟你过来一起住啊 因为你有两个兄弟嘛 他会跟到你今天 应该 应该不会 因为我妈妈 他不习惯成事 那种生活 就像我 就像我 就像我做本期的话 比如说我做主持的 我都对印象 他有一种情感 对印象有一种情感 在里面 那么我父母他是做 做农民的 普普通农民 抓鸡子 他不能给土地 他有一种亲切感 可能是说那种 我总的感觉你嘴巴还是都会说的 不不不不 也比较想主持 然后想点台节目主持 怎么说呢 我觉得男嘉宾嘴巴挺能说的 也感觉是一个很诚实很真实的人 那你现在还没有买房子 因为前些年都一直都分析好的话 你准备在重庆好久买房子 在男女嘉宾聊天时候呢 到了今天晚上都市频道的大讲时段了 拿出您的手机 然后打开微信 点击一下菜单发现中的摇一摇 同时呢点电视 摇动您的手机 好的 我们拿起手机 准备开始摇起来了 一二三 我们摇起来 锁定都市频道 都市有理 都是你的 然后我 我计划 我计划是明年 明年年底 明年年底 因为我也本不那么多 我也本不那么久 我确实想有个家 安定下来 因为我觉得现在 赶紧上午 我没有问题 所以说 然后我还 我也没有去考虑 因为我工作的原因嘛 所以说 四处在走 我也想过 然后可能在明年年底吧 可能会自己买套房子 也可以自己 安一个家 我觉得一个成熟的人 他应该有一个稳定的居所 因为这样会让自己的生活 舒适度好很多 而且不管你有没有一个女人 你将来是否会结婚 都应该努力的去奋斗 是为了让自己和自己的家人 有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生活环境 和比较好的生活质量 所以我觉得男嘉宾的这种观点就是 我要有一个女人 我才会有房子 有一个女人我才会有事业 这种观点是非常的占不住脚的 而且这样的观点不但是事于男性 我觉得女性也是同样的 不管我是否要结婚 我也会有自己的稳定的工作 稳定的住所 把自己先活成一个有质量的人 然后等着另外一个有质量的人 来与我匹配 但是像你这种工作能够累的话 他人会就算是你一头买了房子 挣的钱也比较多 那不是他你你外外全部都给你保完 那种情况下 也必须要女儿还能干 那种怎么办呢 不其实我们那个 其实我们那个工作哈 都是说那种忙的时候忙得很 闲的时候闲得很 我说什么 其实也不是说很忙 其实我让我说嘛 我是不抽烟不喝酒 不打麻将 而且我还放肯打麻将的人 特别放肯打麻将的女儿 我觉得和他聊天的过程中 我感觉还是挺好的 障碍的话 可能他的父母的话 需要要他的另一半的话 在重庆可能有一套房子 因为毕竟我现在没有 可能这是最大的一个障碍 房子我现在对于我来说 就男嘉宾而言的话 我觉得不是最大的问题 可能是我比较在乎工作吧 其实我觉得在我们那个年龄哈 没找得到另一半 因为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可能被他觉得 你还高啊 晓得不吗 觉得 第二个原因被他觉得 你还是要去高啊 第三个原因 其实我们不想去 用心地去接触其他的人 因为那个社会 社会那个东西很现实 有些人呢根本怕那感情 当日那些 他不是用心地去对待一份感情 就是我希望 我很感谢那个 感谢这个节目 给了我这个机会 因为我相信你来参加 也是代表一种真诚 其实以前我和在乎 被说的那些东西哈 但是现在过了二十七八岁以后 我反而就比较 他能面对的那种 我还不是很好去在乎 被人的年光和看法了 其实我觉得人生太多不来 只要我们觉得 文青富贵都行啊 只要自己开心都行啊 不要注重 他注重被一个的感受 我觉得我认为自己的活 他交谈的过程当中 感觉他还是比较得体 说话也挺诚实的 聊天的话 感觉他还是挺不错的 然后总的来说 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 如果这位男生 十分是满分的话 我觉得给他打 七点五分吧 我觉得他什么都好 就是太漂亮了一点 也不是说太漂亮不好 我觉得太漂亮的话 感觉我 忽不住了那种感觉 当然如果说他选择了我的话 我会去努力去奋斗 我不是说没有信心 只要他给我这次机会的话 我给他百分百的满意 主持人你好 你好 是这样的 本身我的工作呢 我也是做婚礼主持人的 我见证过我说次的幸福 也见证过我说次浪漫的婚礼 我曾经在我的心中也想过我自己的婚礼 今天遇到了女嘉宾 我非常的开心能够认识她 我感觉挺满意的 非常有演员 然后我觉得也是我心目中想追求的女生 我做一个某女的婚礼现场 把我对另一半说的话 对她说 我希望我今天这个某女婚礼的现场的一段 心情的表白 我希望打动她 我也希望能够和她牵手成功 也就是说我能够理解为 你很喜欢我们今天的女嘉宾 对 然后呢你希望她来伴你模拟的新娘 对 然后来给你模拟一场婚礼 完成你一个小小的心愿 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 好那至于你今天的诉求能不能达成呢 这个我没有办法回答你 但是呢我会作为中间人给你们牵线搭桥 然后呢我也把我们的女嘉宾请出来 来 幸福来的好不容易 才会让人更加珍惜 我们的男嘉宾呢 通过刚才跟你简短的 这个接触之后呢 对你印象挺好的 然后像男嘉宾 心里面有一些话要对你说 并且呢 有一个小小的 心里的一种愿望吧 希望说你能够配合他来完成 然后来男嘉宾自己说吧 李嘉宾你好 然后今天认识你 我非常的开心 我觉得你是我心目中 想追求的女孩 我本身我是做婚礼主持的 然后我见证过无数次的婚礼 也见证过无数次的幸福 而我却是在苦苦寻找 我自己的幸福 我希望今天借这个机会 我想完成我一个小小的心愿 然后做一个模拟的婚礼现场 把我对另一半说的话 送给你 你有听明白他的意思吗 基本上听明白了 做一个模拟的婚礼现场 也就是说需要你在 待会儿这一小段时间 暂时的办一下他的新娘 然后OK吗 可以是吗 好 那待会儿呢 我就是二位婚礼的司仪了 可以吧 然后来帮你完成这个小小的心愿 好了 现在女嘉宾呢 已经答应了这个邀请 那你有没有什么 要事先做个准备工作 准备戒指吧 准备戒指啊 是有事先准备好吗 没有然后我觉得 那也是突然的一种想法 然后做这个模拟的婚礼现场嘛 然后 不是你这么突然去哪里准备戒指呢 我想去找人家戒 或者是自己去想办法 好的 那我们就等你回来 微风吹来浪漫的气息 嗯 我在哪里去找呢 我不知道这里有一个 昏虾的 我不知道他这里有没有戒指 我去看一下 老板有什么 老板 老板 这家没有老板 有没有比如说戒指啊 啊 项链啊 这种 没得 我没得 没得 都在此刻突然爱上你 听我说 手指的手指的手指 哎 老板 哎 你好 哎 你好 我问一下 你们有那个戒指吗 戒指 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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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手上的 嗯 对啊 要两个就可以 然后借我们用一下 你看可不可以 我 我看一下嘛 你看你就可以拿一下哪个 就这两个就可以 嗯 OK 好 谢谢啊 哎 我 我看到这边 他是有卖手势的 我不知道他这里有没有盒子 我觉得装在这里面的话 更感觉比较有诚意一点 看看我的运气如何 你看你们有没有盒子 嗯 嗯 卖过我也可以 借过也可以 你看 嗯 好 谢谢你 嗯 我觉得这种会会哦 就长得这样 也可以吧 也可以吧 可以 好 谢谢老板啊 喂 老板 你好 好 我想问一下你们这里有手花吗 什么 手捧花 手捧花 手捧花借一下 手捧花借一下 手捧花 手捧花借一下 手捧花借一下 好 我们拍进去耶 哈哈哈 现在到了今天晚上 都市频道的大奖时段了 拿出您的手机 然后打开微信 点击一下菜单 发现中的摇一摇 同时呢点电视 摇动您的手机 好的跟我一起摇起来 一二三 我们摇起来 鎖定都市频道 都市有理都是你的 再见各位来宾 亲爱的现场的所有的朋友们 欢迎各位来到 孟非先生和陈亚小姐的婚礼现场 今天在这个美丽的教堂里面 我们迎来了一场浪漫的婚礼 首先呢先邀请出今天的新郎 孟非先生 你好 来 来 作为今天的新郎 然后跟我聊聊此刻的一个心情 我此刻的心情无比的激动 因为我即将见到我了美丽的新娘 那这个时候呢 我需要你来旅行 你作为一个男人 应尽的一个义务跟责任 去迎接你美丽的新娘 来 前面这一条路 是属于你们二位的光明大道 向你的新娘走过去吧 欢迎大家来到这 花的世界 爱的海洋 这 幸福的一旁 我见证过我说吃的幸福 也见证过我说吃的浪漫的婚礼 我曾经在我的心中也想过我自己的婚礼 今天遇到了旅 旅嘉宾我非常地开心地认识她 我希望在今天她能够完成我一个小小的心愿 我们的新郎呢 此刻迎来到了新娘的面前 好 这个时候请我们的新郎 单膝下跪 把你手中的手捧花 交到我们美丽的新娘的手中 好 请我们的新娘接过手捧花 好 请新郎起立 好 请我们的新娘挽着我们新郎的手臂 可以缓缓地向我们婚礼的教堂走过来 我想这个时候新郎跟新娘一定有很多的话想要对对方说 那这个时候呢 我也把时间交给二位 来 新郎有什么话要告诉你美丽的妻子 现在可以告诉她听了 今天能够站在这里我非常开心 也非常地荣幸 我今后会怎么样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就算我穷得来只剩下一瓶水的时候 我让你喝 我穷得来只剩下五块钱的时候 我让你吃二两小面 我也不能说我今后能够带给你富裕的生活 以我现在的条件 我不能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女人 但是我一定可以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感动只是一刹那 感情是一个家 我那爱情没办法 你还有想法吗 我们相爱吧 没想法 我觉得刚才那段婚礼呢 我觉得还是对我挺触动的 恭喜二位新人正式地成为了夫妻 也希望你们日后的生活能够携手相伴 风雨兼程一起走下去 那么面前的这条大路呢 同样是一条康庄大道 象征在你们未来以后美满幸福的生活 好二位呢携手相伴走下去 说实话婚礼是每一个女人都梦想了这么一件事情 那刚刚这个环节有没有打动到你呢 说实话还是比较感动的 从类似来说我觉得男嘉宾还是属于那种比较真诚踏实的男士 那你现在对我们男嘉宾的一个印象是怎么样的 我对男嘉宾的印象还是挺好的吧感觉 还是挺好的 对 刚刚呢女嘉宾是帮你实现了一个小小的梦想啊 然后来跟我谈一下刚刚整个过程你的一个感受是怎么样的 是还是让我非常开心 因为这个心愿的话是我二十几年来一直的心愿 今天他能够帮我完成了 平时我都是见证人家的幸福见证他们的婚礼 所以说我今天虽然说是一个模拟的 但是我觉得还是很感动还是非常感谢女嘉宾 嗯 好了到了节目最后要做选择的时候了 首先呢先把我们周志福珠宝的带金圈要送给二位 来这个是我们女嘉宾的 谢谢 来这个是男嘉宾的送给你 谢谢 同时还把我们王老级的奖品送给二位 这是女嘉宾的 谢谢 同样这是我们男嘉宾的送给你 好谢谢 我们的奖品送完之后呢要跟二位说一下最后我们选择的这个规则了 呃非常简单我们的男嘉宾呢 待会你要回到我们的李唐的最前方等待我们的女嘉宾 然后呢女嘉宾我给你十分钟的考虑时间 那么如果你愿意跟我们男嘉宾牵手成功 那么就出现在我们李唐的门口 然后缓缓的向我们男嘉宾走上去牵过他的手 好吗 好 规则非常的简单 oh no gun 谢谢 你 鞋 我想你看到我的出现就应该明白今天整个的结果是什么了吧 我们的李嘉宾是选择了切手失败 我觉得爱情这个东西可能更多讲究是一种缘分 李嘉宾对你是表示了认可 然后也觉得你非常的不错 但是可能确实差了一些演员 那我想听一下你此刻的一个感受 我此刻的话我是已经贫下的心态 我感觉虽然说有点失望 但是我觉得我相信我进入还是会找到我的心目中的他的 好的 那我们呢也希望你能够在以后的生活当中能够遇到自己真正的另外一半 我们也祝福你 曾经有朋友问我爱是什么 对于我来言 我觉得爱是一种责任 爱是一种担当 爱是一种付出 爱是一种理解 爱也是一种宽容 我是名婚礼主持人 我见证过无数的幸福 我也在寻找我的幸福 不知道我的幸福在哪里 一个是演员的问题 再也就是我觉得男嘉宾的年龄稍稍小了一点 我比较在乎工作吧 一个是因为不太稳定 再也呢就是我想找一个不像他这样特别特别繁忙的 我心目中希望的男士是三十岁到四岁之间的 再有呢就是想找一名经济条件稍稍好一点的 从我自己和我父母的角度都是这样想的吧 其他的我觉得吧还是挺好的 我觉得至少可以和男嘉宾成为好朋友 OK我们今天的男女嘉宾没有牵手成功 好吧我是在意料之中的 因为男嘉宾我真的觉得你太爱演了 你真的随时随地都在入戏 你就像一个外景男主持人一样 有时候我就在想我们真的是在录一个相亲节目吗 还是在录你个人的一个表演秀 工作呢跟生活还是要分开 虽然你是一个婚庆主持人 但是不要把工作当中的一些习惯 带到一个生活当中来 因为虽然我们在录节目 但是这是在你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件相亲事件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以更多的本色来面对这件事 至于女嘉宾呢 别都不说了 我真的觉得你很赞 颜值很高 很漂亮 修养也是一流的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在生活当中找到 跟你匹配的伴侣 也希望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你身边或者你自己 如果符合我们女嘉宾的 则有要求的话 请联系我们的栏目 本栏目的主持人服装 是由金元博士人装提供 那节目最后相亲成功男嘉宾 将获得由金元博士提供的 价值300元的带金券一张 节目最后还甚至老话 爱情靠争取 为爱不放弃 不要走开 还有精彩出身秀等着您 爱情靠争取 为爱不放弃 大家好 这里是法人游戏的真婚秀 我是小红娘冰田 欢迎搜索屏幕上的微信号 关注我们法人游戏 小红娘的官方微信 就可以报名参与节目了 我们将会在微信平台上 定期发布优质会员资料 以及法人游戏的 线下相亲活动公告 当然了 如果你愿意来到我们的 镜头前说出您的情感诉求 以及展示自己的个人风采 也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 我们也将会在第一时间 与您取得联系 并且免费为您拍摄 明星个人嘉宾秀 好的 让我们来领略一下 本期的明星嘉宾秀的风采 我叫莫香区儿 我来自豪水县 我的家乡是爱河 今天来到重庆参加烦人游戏 那个节目我很开心 我在餐厅住了要五个多月 然后后来在公交车上认识了一个女孩子 她觉得我身高还可以一米六七 叫我去当模特 然后我进去的时候 别人因为对我的身高 觉得还是比较满意 就让我在那里当了 我认识了这份沙漠头 虽然工资不高 但是我觉得很满意这份工作 我是一个苗栽姑娘 我们苗栽姑娘的性格就是好买 直爽 大方 简单 我这种性格虽然说好 但是有时候我觉得很纠结 因为纠结的地方就是我得罪人 自己还不知道 今天来到这里我有一个愿望 这个愿望是我的愿望 也是我家人的愿望 我爷爷奶奶今天九十三了 他们也希望在有声之年能看到我成家里 我做的标准是二十四到二十七之前 身高是一米七零到一米七五 家庭的话还是在重庆组成有住房的 然后比较喜欢穿西装打领带 穿休闲装的男孩子 因为穿西装让我觉得比较成熟稳重 然后穿休闲装的给我的感觉是干净地露 大家好 我叫陈学生 今年二十九岁 目前在江北关桥上班 身高一米七二 我老家是万州的 目前住在关桥 从事出事行业 差不多十来年了 目前收入在四千多一点点 由于我的性格内向 嘴巴不得一回说话 身边接触的一般都是一些吃熊货 平时一般休闲都喜欢去爬山 偶尔一般看下电视 然后弄点好吃的 我曾经有过两段感情经历 第一段是在广东两个人死了 最开始我们一直都很认真 很相爱 最后他父母亲知道了 感觉我家和他家离得太远了 最后导致两个分手了 我的第二段感情经历 是我们在王上认识的 然后就见面 经过一阵子的了解 然后我们两个就确定了 关系 然后我就全心全意的投入 和他在一起之后 然后就发现他有很多的缺点 我说过好多次 他就不听 比如说出去 而且买业服那些 他目前工资就两千多块钱过夜 每个月基本上差不多都花完了的 买东西都是喜欢追求名牌 吃东西都比较追求那种高档的 我曾经给他提过 今后的打算 他好像就一直不理不睬 他对我的未来没得打算 不适合过日子 所以我两个都和平分手了 今天我来到凡人游戏这个栏目 希望找到一个未年龄在二十四到三十日 所以之间的未婚的女孩子 升高在一米五七以上 性格也希望他成熟 大方 我是做餐饮行业的 希望找一位也喜欢爱好餐饮行业的一心 两个人共同一起努力打拼 同甘功苦 共同奋斗 大家好 我叫王云爵 今天二十五岁 现目前居住于大堆口 现在是重庆山港港业有限公司的一名正式职工 目前从事于各路操作 现在我跟父母一起坐大堆口有套房子 我的兴趣爱好是喜欢出去旅游 工作很忙的时候 每的时间都在屋头 看看电视 在家放松一下自己 我的父母现在非常着急 都是因为我前几年出车后 就受了点小伤 然后桃子现在一直未婚 所以说都来参加 凡人游戏真魂秀这个节目 希望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我今天来到凡人游戏真魂秀这个节目 是想找一位 体贴保重我的男嘉宾 身高在一米七以上 年龄在二十六到三十五岁之间 我希望他脾气好 能体贴保重我 有固定工作 不嫌弃我了 我其实也不是在做外貌协会 反正只要是看得顺眼你都行 如果对我有益的男嘉宾 请与反应游戏 难不足联系 不知道冰天今天为大家推荐几位明星嘉宾 是否有您心意的那个他呢 如果有的话 一定要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 与我们取得联系 当然了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单身男女朋友们 加入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当中来 因为我们会将在微信平台上 定期发布优质会员资料 以及犯人游戏的线下相亲活动公告 好的 还是那句话 爱情靠争取 我爱不放弃 犯人游戏 我们等您 他看起来温婉贤淑 曾经来过节目的他 一心折掌未婚男 因为上次我们把那个条件说清楚 因为我要找的是 那个未婚的那个男生 她是成熟稳重的中专老师 想找一个温柔贤惠的持家女子 每天过去做一碗饭吃 然而又是什么 让男嘉宾惊讶连脸 我对华先生就是感到很惊讶的 不过是重点成功 就是放心 我觉得她的那个想法 就不是很成熟 也很成熟 都是不成熟的想法 面对男嘉宾创业态度的改变 女嘉宾却又有了志 不知道她是不是为了我 而那个真正的改变 还是她之前都是一个 女嘉宾是先生啊 看似如此般配的她们 今天到底能否坚守成功 欢迎收看凡人喜之 大龄女相亲只要费婚男 下期为您精彩揭晓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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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懂只是一刹那 感情是一个家 我拿爱情没办法 你还有想法吗 我们相爱吗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